颱風來襲 新竹縣長楊文科不敢鬆懈 今天特別到了湖口鄉下水道來視察 清淤進度 希望做好防災的萬全準備 聽取報告說明 新竹縣長楊文科 在立起碼颱風來臨前夕 前往湖口鄉勘查雨水下水道 和一般道路側溝的清淤工作 確保排水功能可以正常發揮 避免淹水災情發生 特別要求我們鄉公所 要讓我們的鄉民在測溝 在住家的附近能夠自己來先清淤 來清除這些垃圾或者樹枝 讓它不會阻擋到這個測溝 因為測溝水會流到我們的雨水 下水道裡面去 了解完下水道清淤情況 陽文科也前往溝背水門視察 由相關人員進行水門開啟和關閉的演練 確保機組在定期保養下 可以正常操作 達到防洪效果 我們只要看的話是我們的電動的水門 操作是不是沒有問題 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同時我們也了解到 我們這個有幾道的這個重力的水門 是不是這個可以完全的把這 風水可能排泄掉 那今天看的結果情況是非常的不錯 面對颱風季節 陽文科勉勵同仁做好萬全準備 以保障全體泄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也呼籲民眾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要把災害損失降到最低 記者綜合報導 愛還在一直理想